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這位帥哥好辣醫師團 你的身體真的像你以為的 那麼健康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 要來告訴大家 哪些檢查項目超重要 抓出問題要靠它 好辣軍團們 又曾揪出過哪些疾病呢 直播小副理師李彥均 哈囉 大家好 董哥 你好 恭喜了 董哥好 謝謝你們 來送禮 真是 您說我們這個當年小弟的對不對 有 過年過節呢 一定怎麼樣 中國人習俗叫吃元寶 水餃 尤其是吹蟹晚上 還在首睡 對 那整個這個中國不要講了 為什麼用了四十年前的照片 為什麼 我們在禁照 這是禁照 禁照 董哥 我有點認不出來是你 對啊 這個太帥了吧 回去反映一下 人家會是虎天樂在賣車窗 對 對 董志成 創意不易 是 你看現在大家都在賣乾麵 對 人家是因為有家鄉味 或者你賣的什麼味 以前是我爸爸 他在生前他包餃子 我們特別賞光 他包多少我們吃掉多少 好吃 因為爸爸是這個老兵 49年跟著蔣介石來台灣的 所以什麼不會 就做饅頭做餃子 在眷村裡面 眷村長大的 對 是 那後來我想這個是算是台灣叫做居家必備的國民食品 真的 有時候小學生一放 對 平常裡面一定要有 對 小學生一放學一煮 六分鐘就可以吃了 是 或是大人有時候晚上吃宵夜 這個有高麗菜的還是什麼 高麗菜還有高麗菜 韭菜的 韭菜的 綠的是韭菜的吧 是 待會我們要好好介紹 好 今天我們是要介紹健檢 對 過年就是大家會想要吃香喝辣的 但是也會重新的審視一下 檢視自己的身體 沒有啦 每個人大概在過年前夕都會去做門面的整理 甚至做身體的檢查 就是迎接新的一年 是不是 醫院檢查目的 也是琳瑯滿目的 來 項目的 你看 家族病史需要加血的項目 我們胃癌有家族食的 就是一般我們那個去健檢 可能是會有一般的 對 可是我們會看到說 還有一些加的 可能你要加什麼加什麼 醫生會問你 那個瓜哥你都會加嗎 我 因為家族不是這樣子 但是我日外平常會不太熟 我會讓他看 腸胃的 腸胃精 胃精都會看 所以這個很重要 我們請老師來講解一下 胃精大腸精一定是又找我對不對 那那個其實一年開始 大家真的很多人都會來做 腸胃精的健康檢查 那我們今天講到說 你有家族史的時候 你要注意說 要加做什麼 第一個就是當你有 胃癌啊 或者說 或以前有長過胃洗肉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不但要做一般胃精 可能要做剛剛那個彥均講的 叫做 載瓶影像 NBI 對 那我今天剛好有帶來我 整所使用的胃精 給大家看一下 原來做胃精是長這個樣子 糖胃科的 糖胃科的 我今天有帶兩支胃精 像我們只要使用這個就是 最新的日本第一大廠的原裝的胃精 那我們看到這邊有兩個輪子 這個就是用來操縱這個胃精 它有轉向 它可以轉 我們胃精有方向可以上下 然後也可以左右 然後再加上醫生的手 進進出出這樣 就可以在做胃精的時候 這種鏡頭不是以前在那種 情治單位要攻堅的時候嗎 對 這假如有時候 鑰匙掉到門後也是可以 鑰匙掉到門後也是可以 對 那你看這個胃精的話 它就是透過這個東西 我們在裡面照相 然後看 那大家看到這一支胃精 它的粗細是大概 十二毫米 這是我們講的叫 一般的健保胃精 那我今天其實還有帶來 另外一支 你看 超細胃精 它的要告訴你 這個叫自費的 沒有 這瓜哥說的 不是我說的 對 那這個叫做 超細胃精 這一支的話 它的粗細大概只有 5.9毫米 大概是我們傳統胃精的一半 那這個差異就是說 在你在做胃精 假如你沒有要麻醉的前提下 假如你用這個粗的胃精 當然就嘔吐感 會這樣強烈 比較不舒服 可能有時候做胃精的時候 會一直想吐 那用這個細的胃精 可能相對會舒服一點 然後這個細的胃精 還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做這個 我們有一種叫做 我們有一種叫做 精鼻胃精 可以經過適當的這個 鼻腔的麻醉 然後透過鼻腔 伸到喉嚨再進到胃 那為什麼要從鼻腔 這個最大的優勢 就是說 你從鼻子後面進去 你不會碰到那個叫 我們的人 其實他本身會想嘔吐 最主要就是因為 我們在照胃精那個 懸腰精一直被 醫生的胃精這個頂到 可是你在全麻的情況之下 不會有那個嘔吐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就是假如你是說 清醒 清醒的話 那我們回到正題 我們剛剛講 你除了照胃精以外 假如你有家族病史 一等親有得過胃癌 確診有胃癌 這就算是有強烈的家族史 親妻二等親三等 二等親三等親 在腸胃科會認為這個 關聯性相對小一點 假如你父母親確定有 這個罹患胃癌的病史 那你不要只做一般胃精 應該要做我今天推薦的 這個 載病相胃精 叫NBI 自肺的那個 這個對 這個NBI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知道你癌細胞 在胃裡要長大的時候 它最需要是什麼 養分 對 那養分怎麼來呢 就是要有很多血管 去供應癌細胞養分 所以我們其實在腸胃 到黏膜的癌症 最典型就是 它會有很多 不正常的血管 當癌細胞在你腸胃 到一個地方長了以後 那邊就有很多血管 開始長出來 然後就去增生 去給它營養 那我們那個NBI 就是我們一般人肉眼看的 這叫可見光 那NBI它其實是特殊 叫 那我們人的血紅素 就會吸收藍光跟綠光 所以當你用這個藍綠光 在這個腸胃裡面 去照相的時候 假如你有早期的癌症 那些地方血管 會長得特別密 然後會特別不正常 這個時候你的 腸胃黏膜就會變色 因為它會有某一塊 血管特別密的時候 我們用藍光綠光去照它 就變成一個別的咖啡色的這樣子 他們在診斷早期癌症的診斷率 其實研究顯示會提高 因為我們以前老醫師 就靠經驗 就是說我們就用肉眼 去看這個一般的光 就是大家就比眼力 看誰比較好 像我現在還OK 我現在還沒老花 可能再過50年 我可能就 可能診斷率我也會下降 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們有這個 這個新的NBI的話 你就可以幫助醫生 去找到更早的癌症 那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之前有一個女性是40幾歲 她之前在外面 已經照過兩次胃鏡 然後醫生就是確定她說 得了 那也幫她殺菌了 殺完菌以後 可是她的胃還是一直持續疼痛 而且 然後吃那個最好的胃藥 就做了胃鏡可以開胃藥 都沒笑 所以她才說 她再來這邊 想要再諮詢一下 那我就跟她講說 你照過兩次胃鏡 我看那個照片看起來好像是OK的 可是她就是很 說我就是很痛很不舒服 你可不可以幫我再檢查一次 那所以我又問她 她就是說 她的爸爸媽媽有 爸爸有得過胃癌的 對 那我就是跟她講說 那你有家族史 你吃藥沒有改善 就不然我們做胃鏡的時候 不要只做一般胃鏡 我們多做一個這個 NBI好不好 然後她就說 那OK 那結果真的就是在做胃鏡的時候 用NBI去照 她的胃看起來白光下OK的 結果在NBI照的時候就發現 她的胃黏膜有一片是 長得怪怪有點變咖啡色的 就跟一般那個藍色綠色光照起來 就不一樣 她就變色了 然後我們給她切片 就確定她是早期的胃癌 然後很幸運 後來她經過評估 她是第一期胃癌 所以她大概在四年多前就去 這個某大醫院就接受手術很順利 現在她都四年多 還在我們診所做追蹤 她都沒有什麼問題這樣 對 那如果她做一般的胃鏡 就檢查不出來了嗎 用一般胃鏡可能 我覺得會 沒找到的機會會比較大 當然假如是 像我這麼細心的醫生 應該是 沒有問題 這個機器是你現在院裡面新來的對不對 對 這是我們新的胃鏡 那我可以問一下 如果做這個那整體多少錢 整體 要麻醉嗎 對 要 大概一般就是三千多四千塊中間 看客家院所收 對 可以 其實我們研究有一個很大的遺憾的事情 就是我們有個大美女徐華鳳有沒有 對 她就是因為胃癌 可是她那麼多年 很多年前的醫術沒有相信 而過世的 對 那我們接下來看第二位師 好 就是如果你有肺癌家族史 你就可以加購低劑量的電腦斷 這個後來我去照過兩次 她發現有一點東西 後來追蹤就沒有了 那你是因為有家族史嗎 不是 因為她就做立場檢查 因為例行檢查很快 躺下去這樣十分鐘就好了 然後就出來看 每個人肺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 毛玻璃這些 然後就追蹤 現在大家 因為空污的問題 對 大家很關心 因為肺癌有往上提高的 是不是 對 那個肺癌當然要找我們胸腔科 那之前有研究看起來 如果家族裡面有一個是肺癌 我們指的是三等七之內 就到叔叔阿姨那一輩之內 如果一個的話 那你增加肺癌的機會 大概會是一般人的1.5到2倍 可是如果有兩個的話就會到5倍 越多可能就會越高 那所謂的低計量電腦斷層其實就是 大概是10到20張的X光片 10到10張 那我們一般電腦斷層大概會是80張以上 所以大概就是五分之一的計量 這個又不用什麼 不能喝水又不能說多不飲食 這跟無關了 對 你就躺在那邊5到10分鐘 只要有任何的風吹草動 基本上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很快 這個很快 這我有錯過 這蠻快的 這個很快 這非常快 就不是躺在深的那個滾筒 什麼優避恐懼不會 這個不會 好像那個洗車場一樣 對 這樣洗車都這樣子 就推進去 進去出來 對 很快 OK 這是低計量的 剛剛有說到我們低計量電腦斷層 常常會發現一些 很少人做是完全正常的 所以我們其實有固定追蹤的那個 就是看到怎麼樣子 我們大概要怎麼追蹤 那如果追蹤第一次還OK 我們就會慢慢把時間拉長 那可能如果一般的話 大概追蹤到兩到三次了之後 基本上我們就會跟這病人說 沒關係 你之後就先造X光片 之後三四年之後再來造X就好了 所以其實你不要太擔心說 有太高的一子輻射劑量的暴露這樣子 對 現在我大概有一年多去追蹤一次 對 當然看一看是沒有的 他可能就是以前的傷口吧 基本上我們只要有病人得到肺癌 我們一定會建議他的親戚 最好是都可以做一下那個 至少照照X光片 X光片如果是有異常 那當然我們就繼續檢查了 那如果是正常的話 這時候就會強烈建議做低計量電腦斷層 那像我有一個就是 他是病人的女兒 他大概四十幾歲而已 他第一次的低計量電腦斷層 看起來是一個0.5公分的那種毛玻璃 所謂霧霧的 六個月之後再追蹤 沒有變化還是霧的 那都沒有變化 可是在追蹤到第三次 又在半年之後 看起來開始變實了 開始變實了 這時候我們就強烈建議他說 你不要再等 你直接去開刀 因為他有變化了 對 開始有變化了 而且那非常細微的變化 其實我們都看得出來 看完刀之後的確就是 第一期的廢案 那基本上把它幹掉之後 就沒事了 所以拍這種東西 十個人 七個人回來 都會憂心忡忡 因為醫生都跟他講要追蹤 他就心情開始不好 那心情難得好起來 不用怕了 其實這個機率很低 很低 其實真的很低 基本上肺部只要你有 有時候 我們可能只是以為自己是感冒 其實他肺部已經有些發炎了 發炎就會留下疤痕 所以我們從小到大這麼久了 難免會留下一些疤痕 可是其實醫生看得出來 那個是疤痕 那是疤痕還是說 可是我們當然不會很 就是跟你說那一定沒問題 就是先在追蹤吧 了解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做這個 既簡單又經濟又快 對 那經濟是多少錢 三千 大概是四千到六千塊 四千到六千 對 當然郭醫師剛剛講的 跟我自己的狀況很像 因為我就是這個 有家族史 然後在每年的健檢 都會排肺部低階兩段層 然後我是2019年的時候 照到毛玻璃 那很多人就是像瓜哥講的 可能因為擔心照出來的片子 會讓自己 每天活在永憂慮當中 可是我還是要講的 就是我之所以公開 把病情講出來 是我希望大家對健檢 要有正確的認知 就是不是說你不健檢 不發現問題 就沒有關係 事實上 不是口號 它是活生生的存在 就是我希望大家 健檢的意義就是讓 人生還可以保有選擇 空間的時候 然後你去做這個決定 那我19年的時候 看到毛玻璃 那確實一開始的時候 醫生不會說馬上要處理 因為 要觀察 它沒有很大 然後再來是看起來 可以值得再觀察一下 那三個月 六個月 九個月 都沒有明顯的變化 那到滿一年 就是去年年底的時候 就是它變濃了 然後邊緣變不規則 然後我的一等輕跟三等輕 都是肺腺癌過激的 所以大概就像郭醫師講的這樣 醫院就不會再建議你說 再繼續觀察這樣 那我覺得大家對這個術後 大概還會有很多的迷思 一般人可能不敢去健檢 不敢去看醫生 我開了這個肺的手術 今天是第17天 我已經可以坐在這裡 所以很多人跟我說 你這個報病出門 沒有 我覺得開完手術 我已經是全新的人生 最多我現在帶傷出門 真的沒有報病 像為什麼要做這個 低劑量電腦斷層 它跟傳統電腦斷層 有什麼優勢 最主要就是 就是剛剛郭醫師說 它比較低 那低對人體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其實 有統計大概1%到2%的癌症 可能跟你過度 接受電腦斷層的檢查有關 所以我比較常見 就是一些血癌的這樣子 因為它骨髓被照過以後 有可能會引發癌細胞的癌變 所以我們希望要做電腦斷層 是因為要早期發現肺部的病變 但是我們不希望 因為你做了電腦斷層 又引發了另外一個別的癌症 所以我們醫師就跟這些 就發現說 我們用低劑量的造子 就是能達到早期偵測 但是也不要去增加你 罹患其他癌症的風險 我右上肺切了1% 但是 這是肺 穿起來的地方是毛玻璃 就是霧化那個地方 可是肺會怎麼切 肺這麼大 肺很大 這樣大概1% 然後 但是醫生說 我未來的肺功能 大概影響5%左右 因為我開刀之前 是有在自由潛水的 那醫生覺得慢慢地 逐步地恢復 也許還有可能再下水 也許還有可能 但是慢慢地 那它會再長出來嗎 肺不會再長出來 但是可以透過 但是可以透過這個 復健擴張肺功能 就是所以 折損大概5% 現在是 還要追蹤嗎 三個月要回去 所以我下次就是 四月的時候回去 然後可能接下來是 三個月三個月 然後時間長了之後 會變成一年兩年這樣 因為我媽媽有 肺癌家族食 就是我媽媽是因為肺腺癌過世 她是一等親 然後還有一個阿姨 三等親 所以有家族食的時候 你去健檢 大概醫院都會建議你說 加自費加一個低劑量斷 對 這是我們醫師 我們在這個節目 常常醫療節目常常講 沒錯 可是觀眾看了未必會 像你這樣那麼激激激出 對 而且你又服務選民那麼多 每天上政論節目那麼多 你哪有形式去想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肺癌現在差不多 已經算是國病了 那事實上有很多的 大型的公司 他們把整個公司的人工 帶去做肺部斷層的時候 會很驚訝的發現 其實有裡面有十幾個人 這是親身的經理 有一個公司有十幾個人 都已經得肺癌 可是他的日常生活跟我一樣 我既不咳嗽 我也沒有不舒服 就是完全看不出來 但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如果你沒有透過健檢 撈出來 等到真的咳嗽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症狀 有的人會有股轉移 可能會有肩膀 或是其他疼痛 那種很抱歉 就真的是幾乎 沒有什麼選項可以選 所以我覺得 就是這個價錢 就是可能六千塊 說實在對一般人來說 不一定是一個很小的數字 可是你認真去想 一年只要做一次 你攤在每天我算過 可能一天不到二十塊錢 那如果你的人生 還可以有選擇跟重來 我現在就等於是 得到重開機的機會 這個我覺得這個 這個機會是無價的 對 這個非常好的一個教材 比我們講的八百遍都有用 我們女生 得肺腺癌 有百分之九十都沒有抽炎 那台灣其實得肺腺癌 男生加女生加起來 有一半以上 其實都不抽炎 那之前有一個研究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亞洲人其實對於 我們的基因其實有些的 不能算是缺陷 有些便宜 所以他對一般的空氣污染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油煙什麼 他其實他忍受度 是比較低的 所以嚴格來講 每個人都是危險群 所以我們常常真的就會聽到 包括我治療或是說 很多肺癌病人 你真的一個都問不出來 都沒有 他就是得了 其實真的建議 我這樣的人也是 他是開那個小吃攤的 就像卡拉OK那種 所以他每天陪著客人喝酒 然後甚至早上就開始喝了 反而他因出的很少 後來他也就是去檢查之後 就開始 也沒症狀 我們講肺 肝 都沒有 他唯一的症狀就是拿東西 沒有力氣了 那他覺得不對勁了 所以去醫院一查 肺腺癌 而且是落齊 不到一年人就走了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那時候一直覺得 他每天喝酒 應該是得肝癌才對 結果反而 他肝是好的 他肺 他肺是整個都完 完蛋了 對不對 那你自己的問題還好吧 我還好 因為97年的時候 1997年 香港不是要回歸嗎 所以那個時候 加拿大政府 就提供了很多的移民的 一個機會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因為 經過檢查之後 有兩種是絕對不能移民的 一種是你沒有 就是 你比如說你在這裡有個錢科什麼的 那很嚴格的 第二個就是說 你的健康一定要通過 後來那時候呢 我一直沒有過的原因就是 我的肺 照到有白色的點 那我還想一想 我怎麼 其實也不需要太去想 因為我抽菸已經抽了十幾年了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就是菸所引起的 長期菸害 那等到我過了 他叫我隔一兩個月再去照 等到隔一兩個月 當然這時候我菸也不敢抽了 等到兩三個月 我都沒在抽菸的時候 我去的時候照 的確 那個白點就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就這麼神奇 後來我就 就按照時間過了 我就到加拿大的這個 移民局去報到 後來有半程嗎 沒有半程的原因是 因為你工作 我是拘留 但是你要拿它的 或是它的蜂叶卡 你比得住滿八年 或是五年住滿三年以上 那我們不可能 其實我剛才前面 大家談了很多 其實有幾件事要補充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酒精 它其實是一個致癌物 其實你有一個飲酒習慣的 像董哥的藏人 其實雖然你會覺得 酒質跟肝有關係 沒有 酒會造成很多 基因在複製的錯誤 所以它會是一個致癌物 接下來這一段 是 腸尿病家族史 復科超音波 為什麼 家族史為寒家復科 我們很多病人常常會說 我媽媽是什麼癌 那我會不會就是什麼癌 那你要知道說 在最多的癌症 或者是生病的統計上面 所謂的家族 有發生一個癌症 絕大部分 那叫 意思就是說 一個家族裡面可能 這個大腸癌就這一個而已 其實最多的是這一種 在公衛還有科學研究 強烈的家族史是指 你的家族裡面有三位 像佩軍議員剛才所說的 她媽媽她阿姨還有她 那他們這個家族 就真的叫強烈家族史 所以他們所有的親屬 真的就要非常非常注意 這一塊的這個問題 是 糖尿病的家族史 其實因為它跟代謝症候群有關 那代謝症候群 常常跟我們所謂的 大腸癌乳癌 還有所謂的 子宮內膜癌有相關 所以其實很多糖尿病的病人 他只覺得說 我心血管會不會有問題 我腎臟會不會有問題 每年體檢 茁壯在這部分 而忽略掉其他的例子 那我自己的病人 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一個女性 那她本身呢 是家族都有糖尿病的一個病史 那她來看我的時候 本來要看糖尿病 還要看消化不良 但是那時候她的肚子就很脹 然後四肢就細細的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結果幫她排檢查的時候 整個肚子裡面都是腹水 那腹水的時候 幫她抽的時候 其實就是惡性的細胞 而且是跟婦科相關 那後來轉介給婦科 最後她其實是一個 子宮內膜癌的一個末期 那也就是說 其實她很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她每年也有體檢 但是她安排的選項 就是安排她的這個所謂的 心血管 腎臟這些等等 那她忽略掉 其實婦科方面 它跟這個是有相關的 所以當你有代謝性疾病的時候 我剛才尤其特別講的 大腸癌 乳癌 子宮內膜癌這個東西 真的要非常非常注意 我可能要要要 因為我的阿姨 舅舅什麼的 一般以上都是糖尿病 走掉的 但妳沒有做健康檢查嗎 有啊 可是妳不會想說糖尿病 跟婦科有關係 可是我現在想一想 確實是 因為我媽媽也是 子宮頸癌 對 所以她真的是有關聯的 我就是都做一般的 就是正常會有的項目 所以我沒有特別勾選 我要特別做哪一項 因為我就覺得 我還年輕 然後也沒有特別的 有什麼不舒服 是 因為做這個節目之後 妳有沒有發現很憂慮了 就是每一個地方都覺得有病 做這個節目 其實我做快五年了 我每次 不是 很像 因為我去洗牙的時候 醫師常常會說 你這個一擺一擺 要不要刮下來就化驗了 可是妳又不吃檳榔 沒有 對 我說這個不會吧 後來我就沒刮 後來她也就自己好了 可是我就真的是 那今天心情特別不好 因為破口越多 妳又要做節目 後來發現什麼 因為我餓 吃那個雞肉 上面很多碎骨頭 後來才發現 這邊刮一道 那邊刮一道 那邊剩一道 全刮爛的 吃雞肉要注意 有時候切好的雞肉 那碎骨都在裡面 妳擠 快 妳還給習慣 瓜哥特別能吃燙的東西 那個麻辣火鍋 那個湯那麼燙 對 湯的鍋子先上來 我不是先涮肉嗎 對 他先瓦一碗湯來喝 妳看到有多燙妳看 對 所以每次講食道 我也不知道 燙跟食道有關係 當然 好 接下來看一看 多囊腎家族病史的 可以照大腸鏡跟腦血管射影 台灣有一個 第五名造成洗腎的原因 叫多囊腎 多囊腎我解釋一下 就是我們認識的 它是一個第十六對染色體 跟第四對染色體 出現變化 那造成一些節力組織改變 那變成我們的腎臟 大概在二十來歲 就會開始長出 一顆一顆水泡 這叫水泡病 那肝臟也會 肝臟也長出一顆一顆水泡 那水泡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整個腎臟就會像那個 我們講到釋迦流連一樣 整個後來大概在 大概有一半就要開始洗腎了 那有時候也會影響到肝臟 那我們大家印象中就是 腎臟跟肝臟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我們去年那個 有一個藝人 很年輕後來猝死 那個黃宏生 那他事實上他就是一個 多囊腎 但是他猝死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這個 極臟組織的變異 極臟組織到我們身體到處都是 包括我們的腸子 我們的血管 所以你只要有那個 多囊腎的這家族食 其實我們大概在門診 就會請他整個過來 先掃個超音波 看他的小孩家人 有沒有多囊腎 那如果有的話 你要注意一下 其實不是只有看腎臟 你那些血管的問題 所以我會建議要加做個 為什麼是大腸腎 我們後來發現 多囊腎的 它在腸子裡面 會產生一個叫大腸氣勢炎 這個合併大腸氣勢 大概83%的多囊腎病患都有 就是大腸會產生一個 一個像窟窿一樣的一個氣勢 那這個很容易再痛起來 這個在左邊的肚子 突然痛起來 那這個很嚴重 有時候比較嚴重 甚至要開刀處理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講說是 結立組織變 我們血管裡面也有結地組織 然後就會產生病 因為像催泣血管 鼓出一個血管流出來 所以要提早發現 像那個多囊腎合併腦血管流的 大概有10% 10個就有一個 這個要很小心 我在臨床上就碰過一個 有一個 有一天有一個三十幾歲的年輕人 他來 他就是他們公司有體檢 他就是我多囊腎的病人 他每半年會回來 我那邊掃一下超韻波 做一下診斷 那腎功能都正常 那只是 那他這一次回診的時候 他拿來給我看 有一個勾選單 就是說他們公司有免費的體檢 但是有幾項要自費 你可以加做 他問說洪醫師 要我勾拿幾項 我就說 我就認為說 第一個 他可能怕要大腸氣勢炎 比例83% 我說你可以做個大腸鏡 第二個我會建議 他做個腦血管攝影 因為要抓出那個腦血管流 他說 他們已經有做大腸鏡 包括在費用裡面 然後他就加做一個腦血管攝影 一個月之後 他就回來謝謝我 因為這一次的那個檢查 他找出了 0.8公分的一個腦血管流 他都沒有症狀 他平常沒有任何的症狀 然後那個 他後來去神經內科 用那種酸塞的方式 把它酸塞好 其實我剛剛講說 除了那個腦血管 還有主動脈玻璃機率很高 那剛剛那個 我在雷稿的時候說 為什麼不建議一起做 那個電腦斷層 胸部電腦斷層 一起把那個 主動脈玻璃也給他檢查一下 我跟你講說 因為很多的那個多囊腎 腎功能已經不好 我們在做很多這種體檢的時候 事實上要打 你像腦血管攝影要打 打腺癮劑是很傷腎臟的 所以我會建議他說 譬如說今年做了那個 腦血管攝影 那明年可以做一個 我們講胸部的一個電腦斷層 那你如果同時間做 不管是那個輻射劑量 還有我們的那個 腺癮劑其實對身體的傷害是很大 所以如果說你有相關這類的疾病 真的很不清楚的話 事實上可以問一下腎臟科醫師 他會建議你怎麼做 來接下來我們探討了什麼 好 健檢必做的顯現象 30歲以上呢 要做乳房超音波 還有婦科超音波 就是我這個年紀了 30歲以上的一個女生呢 在那個大家乳房學會的建議 都是每一到兩年 就要做一個乳房超音波的一個檢查 那因為其實有的 也畢竟比較私密 有的女生呢 比如說做個兩次三次之後 都沒有事情的時候就會懶 那我自己的案例就是 也不會很少遇到 但是其中一個案例就是 一個將近30幾歲快40歲的一個女性 那他也是陪他的朋友 就是來做一個乳房的一個篩檢 那他就我剛才講的 他從30歲之後 一開始很認真 後來就覺得懶了 快到後面靠近40歲 這五年就沒有做 那陪朋友來做的時候 就想說好 那我順便做一下好了 結果因為他朋友摸到東西 結果他朋友摸到一個 1.5公分的一個良性的一個線流 結果反而是他說我順便做一做 結果一做的時候就做到一個 0.5公分不規則的一個陰影 後來切片出來整體的治療結果 他就是一個乳癌的一個第一期 那不就還好是他朋友長東西 把他帶過來 不然的話其實的話 他一定會等到摸到 才有願意檢查 那這時候其實他的起訴 就會跑到比較後面 那除了乳房超音波以外 在這個美國乳房協會有建議 我們女生的乳房常常聽到 乳房超音波跟乳房攝影 那因為超音波 就是躺在那邊照 大家都覺得 除了私密以外 其他沒什麼問題 但是乳房攝影 常常很多人提到會痛 所以就不想做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女生就是站在那邊 然後你看那個乳房 你看他的機器上上下下 那個女生的乳房 就是放在中間被擠壓 對 然後有時候 甚至還會要換一個側面的 一個角度去夾 而且其實我必須要跟大家 講的就是說 其實這個夾的這個東西 雖然很多人會跟你講說 很痛很痛 可是實際上真的沒那麼痛 我每次病人問我說 大腸筋未進乳房攝影 到底會不會不舒服 他是有不舒服 可是他是一個必要的一個檢查 40歲以前的女性 在診斷乳癌超音波比較準 原因是他乳腺很致密 那時候超音波 看到一些腫瘤會很清楚 但是40歲以後 乳腺會退化 脂肪組織會取代那個空腔 所以你那時候超音波不準 反而40歲以後 一定要做攝影才會準 所以很多40多歲的女性來 她來其實 就一直堅持要做超音波 然後我們就說 不行一定要做攝影 那就是我現在要講的例子 就是這樣 有一對姐妹來 妹妹來就是38歲 然後姐姐已經42歲 那妹妹我就幫她說 排乳房超音波 那姐姐就說 她堅持要做乳房超音波 那我就跟她說 好說歹說拜託 一定要做乳房攝影 做了之後 結果她才發現她乳房 有很多 膳寨的概化點 那個膳寨的概化點 直到我後來 回過頭來 照那個乳房超音波 是看不到的 而且她最後的診斷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不同的年齡層 她有科學的證據 告訴你不同的檢查 雖然有的真的比較不舒服 請大家還是要配合醫師的指示 可是陳醫師那個乳房攝影 是真的很痛耶 我聽很多女生都會說很痛 對 我也聽女生做過 都說超痛 因為我會做過是因為 我之前在洗澡的時候 然後我就自己檢查胸部 就摸到左胸下方 有一個類似 硬塊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它摸起來 不太像組織的東西 所以我就自己去做檢查 然後那時候 醫生一開始是用促診的 那醫生一開始促診 就確定說 我不是自己嚇自己 他就說那確實是有一個不明的硬塊 所以就先安排那個 乳房超音波的檢查 可是後來照完的時候 就是確實有照到有一個東西 可是那時候就不太 就是看起來不太清楚 所以後來有安排那個 然後那種網上的攝影 就像鋼機器這樣子夾 其實真的很痛 其實做完你真的會覺得說 不要再做第二次了 可是那時候照完的時候 大概一兩週回來看報告 醫生就說 確實有個0.8公分 可是它是兩性的腫瘤 所以他就說 如果三個月內 它沒有再持續的突然長很大 就代表它是兩性的 就不用擔心 再定期做最終就好了 所以後來就是自己檢查 發現說都沒有再持續變大 差不多是那個大小 所以就比較放心這樣 所以才是持續最終嗎這樣 大概一年 大概一年 所以復刻的部分 我們大家知道 除了做子宮頸抹片之外 其實很重要的就是做 復刻的超音波 但是很多的健檢項目 其實復刻的超音波 都會被大家給忽略掉這樣子 那過去的話 我就碰到一個病患 其實跟陳醫師之前分享的 有一點類似 她是40歲的女性 那她每一年都有做健康檢查 可是因為她沒有過性經驗 所以在復刻的部分 她就完全沒有檢查過 那最近一兩個月的話 她就是因為附障的關係 她就覺得整個消化非常的差 那到有一天她是變成是吃下東西 所以就直接嘔吐出來 才去一家地區醫院的一個急診 那那個時候急診的醫師 也有幫她掃一下肚子的超音波 發現說有一些些腹水 所以那時候就先會診腸胃科醫師 那腸胃科醫師也是幫她看說 腹水到底是哪裡來 會不會是肝臟的問題 就肝臟的話 確實有一些些脂肪肝 但是沒有看到一些很奇怪的病灶 那但是腸胃科醫師 其實也還蠻小心的 她就想說 會不會實際上有一些肝癌 這樣子的一些問題 所以有幫她抽腫瘤指數 她那時候有抽肝癌的腫瘤指數 那個甲心胎兒蛋白 那也抽了腸胃的一個腫瘤指數 CEA 結果都沒有高 所以她就想說 那腹水的話 該不會是跟腎臟 或是心臟有一些關係 她又會診其他的科 那都發現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是她腹水實在是不是太多 所以就幫她開了一些腸胃藥 讓她回家 可是病患回家之後 大概沒有兩個禮拜 又開始嘔吐 而且整個人就是覺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那肚子她也覺得 所以她就來我們醫院的急診 那我們醫院的急診的話 就想說 外面已經看過腸胃科了 婦科也要小心 可是病患就說 為什麼我要看婦科 我明明都是上腹部不舒服 其實我底下還好 而且我沒有性行為 他們就說一定要看 那我們一掃腹部的 婦科的超音波 其實看到子宮跟卵巢部分 卵巢就一顆 10公分的一個囊腫 一個腫瘤 那超音波其實一看就知道 那個是卵巢癌了 那當下我們就跟病人講說 你有一個10公分的一個卵巢腫瘤 而且看起來狀況不是太好 她就說我根本就沒有性行為 婦科都應該是沒有問題才對 怎麼會這樣子得這種狀況 所以其實要跟大家強調的是 不是說沒有性行為 就不會有婦科疾病 所以後來她這顆瘤 就必須做一個完整的手術 後來把卵巢子宮都拿掉之外的話 還包括了盲腸網膜的部分 淋巴結的部分 全部都清掉 那後來病患才好這樣子 後面還要做化療的部分 那當然她就是覺得很哀怨 過去花了這麼多錢 每年都有做健檢 就是忽略掉了婦科這部分 所以要跟大家強調說 30歲以上的女性 除了子宮頸抹片之外 其實婦科的超音波還是要做 40歲以上 那我是在想說 現在越來越多人 國人越來越多 有這些健康的概念 那大家講說 就會去做健康檢查 可是大家想到健康檢查 好像都要花很多錢對不對 我們要做個電腦斷層 要花幾千塊幾萬塊 那這要找出一個癌症 你到底要花多少錢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政府有注意到這一塊 那我提供很多免費的自由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認為最需要最需要 就是它40歲以上 國健署有提供一個 40歲到65歲 每三年可以做一個 叫成人健檢 你有沒有擔心你40歲 知道會不會高血壓 會不會糖尿病 會不會酸酸 那這個一個簡單的檢查 全部都可以查得到 那提供的檢查有哪一些 包括你尿液常規檢查 它可以看一下 你有沒有蛋白尿 有沒有血尿 有沒有這些結晶這些 那還有一個可以抽血 可以看一下你的腎絲過濾率 你的腎功能大概多少 那尿毒指數 基酸肝 那可以看你有血糖 空腹血糖在多少 血脂肪什麼 三酸甘油脂 膽固醇 還有看你的肝功能 你說我剛剛講 我講這麼多 其實這都是免費的 三年可以做一次 對 健保卡可以嗎 都可以 對 你就拿健保卡去 只要你滿40歲了 三年可以做一次 公立醫院 對 診所也可以 一般的診所 也只要合約的診所 有簽這個合約的 都可以去做 都免費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不知道 很多人應該不知道 對 這三年一次都免費 可是我的建議是 另外兩年 我每一年都要做 另外兩年你就自費去做 其實這個也不會花很多錢 大概一兩千塊 而且還要加做一個東西 一個叫 我的成人見解項目 並不包含 心電圖跟成人見解項目 那為什麼需要做這兩個檢查 我就先講一個案例 我曾經有一個病人 他們夫妻兩個 大概都40幾歲 那從40歲以後 他就會利用這個資源 每三年 他每三年就去做一次這些檢查 那他來檢查報告 他就拿來我門診 來請教我一下 那這次他是第三 他已經49歲 做了三年了 然後整個狀況好 可是他先生說 他最近覺得很奇怪 就是 就是不舒服 而且很累很累 那我看一下他的健檢報告 都正常 就是膽固醇高了一些 因為胃脹器 我在想 因為他已經有抽過一些檢查了 那我就加做了兩個 一個叫 其實你知道我們很多時候 那個什麼心血管的疾病 有時候會以胃不舒服來表現 我做一個心電圖 心電圖正常 第二個我再幫他做一個 那糞便前學 果然 糞便有前學 我就轉到大腸直腸外科 那後來他們就幫他做了一個大腸鏡 果然是大腸癌 49歲大腸癌 我們其實 國家也有免費的糞便前學檢查 大腸癌是我們國家 所以我們到50歲以上 每兩年 就可以做一次 免費的糞便前學 我最近就收到那個通知單 他說洪醫師 我已經到這個年紀 所以他會通知我 他還會通知你要去做檢查 那我剛講說 我們的成人健檢是40歲 可是50歲才能做糞便前學檢查 那如果你是40歲到50歲中間 你得到大腸癌 怎麼辦 所以我會建議說 你40歲以上 不是每一年都要抽血驗尿嗎 你再驗一個大便 你就加自費再驗一個大便 其實這沒有花多少錢的 那可以的話再做個心電圖 我剛才講為什麼要做心電圖 其實很多我們後來發現 我們剛剛講猝食 很多在冬天在運動或什麼猝血 其實這個你要40歲以上 我們的血管很多代謝就老化了 你就自費免費做一次的那個心電圖 可以保護你不會有那種猝食的風險 成人健檢 政府每三年給你一次 另外兩年你就自費做 然後每次再加這樣一個糞便前學 加心電圖 這個是一個很便宜版的 一個健康檢查 真的花不了多少錢 我們現在講免費的 你要仔細聽 對 就要自己忘記 醫生講說 你要及早發現 你就會在最好的時機點去治療 你要自己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什麼 問題是很多很多病 它根本就 我們沒辦法及早發現 也沒有症狀 如果我們都知道的話 那就不叫意外了 那就不會發生一大樣的事情了 像我 其實胃非常非常差 我還找那個什麼 張醫師去做個那個 我在大概十年前吧 那時候我帶著小孩 跟太太準備已經都機票訂好了 到日本去玩 但那個時候呢 快過年了 我們藝人都是過年有長假 對 但是呢 之前還拼命再賺一攤 過牙 結束之後呢 也難免會跟這個老闆 喝一下 喝兩杯 表示謝謝你啊 祝你們貴公司 明年業務真真日上 怎麼樣 就這麼喝著喝著 那我腦子就沒想 我今年一定要好好的 到日本去放鬆一下 可是呢 我每一天發現 越接近過年的時候 越要接近去日本的時候 我整個 痛也沒有 就很想睡覺 然後呢 走路越來越滿山 本來爬樓梯 一樓到二樓 我一下子爬上去 現在爬兩格三格 我得休息一下 那我想 這一定是有問題的 就是可能之前太累了嘛 所以就盡量睡覺 然後呢盡量的少去走 結果沒有改善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會檢查每天的糞便 糞便都是黑色的 因為你每天都喝紅酒 對 我的想法就是 每天喝紅酒 紅酒它的糞便排行 都是黑的 不以以為意 結果到了 那天真的要去日本的時候 在登機的時候 那個樓梯 我爬飛幾個 我就摔下來了 我真的沒有力量 再多爬一個了 他就趕緊受急診 原來 我已經在 他那個 血都跟大便之後已經 融在一起 融在一塊兒了 後來我一直在那個過年 我再沒有去日本 我在醫院裡面 躺了一個多月 輸了五袋的血 如果一袋是五百塊 大概兩塊兩千細細的血 跟大家剛好機會教育一下 假如你大便的顏色 變成像頭髮那麼黑 或像路上的國油那麼黑 那就是 表示你胃有出血 或是二子腸出血 那我們叫上消化道出血 那假如你大便是鮮紅色的 那可能是大腸的問題 那剛剛那個洪院長講的就是說 兩年做一次糞便前血 假如你糞便有陽性的前血 你大概有四分之三機會 你大腸有問題 可能有一半的機會 就是大腸洗肉 有四分之一是大腸癌 所以大家要注意這個 那我們講剛剛洪醫師有講說 每年還要做腹部超音波 我舉一個案例給大家聽 我有一個病人他是40歲的 這個 他大概以前很乖 每半年就固定來抽血超音波 大概連續坐了三年 都跟他說沒事 後來他就消失 他就沒有來了 結果我在看到他的時候 是剛好一年 大概兩三個月後再出現 那這次來的時候 他就是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病人 失蹤再回來一定就有事 結果他就說 因為有社區巡迴車 去那邊幫他做了超音波 結果跟他說 肝臟有黑影 所以他想要來確認一下 那我就再幫他重新掃描一次 結果很不幸我看起來 很像是一個三公分的肝癌 對 那我就跟他說 可能有問題 後來他就去醫院 再做一連串的檢查 結果後來真的確定 他真的是肝癌 那他就開刀了 可是開完刀 大概三到六個月追蹤 他又長了三顆肝癌 然後這一次因為已經有三顆 就不能開刀 又酸燒 然後再六個月追蹤 他又長了八顆肝癌 結果到這一次 已經不知道要怎麼處理了 就只能進臨床試驗 那就跟大家講 像這種肝的病變 我們研究平均肝癌 每三個月會大一倍 所以一般來講就是 一年要做一次超音波 最好是有 這半年要做一次 才會比較安全 是 幾十年前這個肝癌多 可是實際上我們大家想起 當時是B型肝癌很多 然後轉成肝硬化 轉成肝癌 對 然後後來大家剛出生的新生兒 很認真地打B型肝癌疫苗 結果大環境 大家都沒有B型肝癌的 只剩下一個族群 就是 媽媽是B型肝癌的代言者 那她生出來的小寶寶 真的就是要小心B型肝癌繼續 所以現在我們都會建議說 剛出生 因為媽媽是B型肝癌的代言者 剛出生小孩子就打一支叫做 那我之前就有一個小孩子 一歲一個月來檢查的時候 媽媽說 有我剛出生就打了 然後要出院前 然後一個月 然後六個月還打 B型肝癌的疫苗 可是媽媽很擔心說 我的B型肝癌代言 還是會不會再傳染給孩子 所以我就說媽媽 那現在孩子一歲了 我們還是要多幫他做一個健康檢查 就是抽血 驗驗看 他有沒有 如果有抗原就代表他得了這個病 如果有抗體就代表他有保護力 結果我們一抽 你那麼認真的做到這些事情 照道理 得到的機率是90% 下降到10% 比例很低 可是他認真的打棉球蛋白 再打三針 這個預防針 可是他還是沒有拿到保護力 那媽媽說怎麼辦 好 我們再打一針 預防針 然後再隔一個月再驗 還是沒有得到保護力 那我們就再打第二針 再打第三針 好險 贖罪 總共到了第六針 預防針的時候 這個孩子 這個B型肝炎的保護力就出來了 然後才避免掉以後說 不小心又B型肝炎又得到了 然後又轉成肝硬化 轉成肝硬化的風險 所以每個東西不是打一針就有效 對 有些特殊情形 尤其像B型肝炎 現在大家的比例很少了 可是如果媽媽有 還是會擔心傳染給小孩子 那一般人打怎麼知道他一針兩針才有 基本上小寶寶都是打三針 那如果長大之後保護力不見了 你剛好說我要當醫生 我要當護理人員 那檢驗發現沒有抵抗力 就再補一針 再檢驗看看 達到有為止就對了 不用 再多打三針 如果保護力還是沒有出來 基本上就不需要再打了 因為再多打可能也沒有用 健康檢查 很多人頭鳥心態都不想 對 其實不見得是不舒服才去做健康檢查 平常就要照顧自己身體 及早發現危機 因此盡快地做正確的治療 避免汗失發生 來 謝謝大家 恭喜董哥 謝謝 多支持一下 謝謝 我們下集見 等下個節目 請回來 我們這邊請坐 真正面 這邊有準備 細心 我們這邊請坐